大家好 今天是6月3号又来到美中华尔街的预测专栏节目 那首先总结一下上周我的预测的结果 那么上周我预测指数是下跌的 结果是准确的 因为咱们在周五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逆转 因为早上的时候4点多钟路透社截获了特斯拉 马斯克发给所有员工的一个电邮 马斯克在电邮当中指出 由于经济情况非常糟糕 他有一种非常坏的对美国和全球经济的感觉 然后他认为要裁员10%的带薪水的员工 而不是小事工 也就是白领可能会被裁员 那么今天我发了一封香港信报的一篇文章 他们认为特斯拉作为一个电动车赚钱的公司 居然在这一次经济下降当中 他们还在考虑裁员 说明了这个的确事情 整个的市场经济的情况比较糟糕 同时本周 Jimmy Diamond 他也是对美国的经济 全球的经济发布了预警 他认为这个经济会有一种飓风来临 所以Chase银行对于balance sheet将会非常的保守 那么同时我们美联储副主席 也是认为9月份没有停止加息的理由 那么上周大盘的一波上涨的主要是在美联储会议纪要当中 透露出一种可能就是9月停止加息 但是这种可能已经被删掉了 所以本周出现了一个上下的逆转 那不得不说这个熊市还没有结束 如果我们看SPY 他还摸到了10周的均线在416.87 我们看到今天本周最高的是417.44 所以这个值得大家参考 同时从这个周K线的820来看的话 或者10周30周还是下跌的 所以没有理由去暂时的看涨 那么上周看好的个股是SQQQ 有很多朋友周出的时候来问我 说被套了10块钱怎么办 SQQQ 但是SQQQ它这个幅度本周非常短非常小 而且我觉得如果跌了10块钱 这个就可能要2到4周才能修复 所以朋友们还是要提前的止损 不要把这个止损变得很大 下面就非常非常难收拾了 那么下周指数 我依然是看跌的 原因是咱们这一波行情 四浪的支撑将会非常关键 所以这个行情到底是不是老王说的 这个爱浪大回调 还是有继续创五浪的一种可能 我们现在就是要看407.04能不能守住 也就是这个支撑点 所以这个407.04守不住 那么我们还将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回调 还将会有比较大的回调 如果守住的话我们还能够翻上去 继续走高变成五浪 这个大四浪的盘整时间非常长 因为我们这个二浪的话盘整的时间很短 但是四浪很复杂对吧 四浪的这个周期呢也会变得复杂 所以下一周呢我还是看跌 但是我觉得407.04如果能守住的话 不排除下周继续走高 当然大家对这种结果呢 可能不要抱太大的期望 那么下周我看好的个股呢是SPXU 这个和SQQQ差不多 我们看到上周呢出现了一个五浪的下跌以后呢 出现了一个跳空高开 然后pull back 现在是有点像二浪的回调 正在准备走三浪 所以我看好的个股呢是SPXU 它是对于标普的三倍的看跌 那么本周呢非常遗憾 我们这个Tesla昨天买了三口齐全 然后呢昨天在80挂止盈单 结果打到82没有止盈掉 因为我通常会把止损呢放在 放在这个盈利入场点之上 那么今天一开盘就直接打掉了 所以我认为呢大家还是要设止损 因为今天下跌的原因呢 成也Tesla败也Tesla 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把止损呢 要赶紧设置 因为我今天大概在730左右呢 是一开盘呢就直接止损掉了 因为昨天的止损点是在80块钱 结果开盘呢有非常低的价格 但是至少呢还不会下跌更多 所以如果大家有做齐全的话 一定要谨慎 那么本周呢我们还是赚钱的 这个有点让我感到这么不开心当初呢 有一点开心 那么我觉得总结Tesla的这个交易呢 我觉得自己就是比较贪婪了 第二运气可能也不在我这一边 所以我觉得因为昨天也没止损掉 昨天大盘长得很猛 但是Tesla在最后基本上没有怎么动 然后我在893呢也不愿意止盈 最高来到892 可能我过于乐观了吧 这个我要负点责任 第二呢运气也不好 因为周五的时候应该如果没有Tesla的新闻 今天的结局可能就是不一样 因为从非农就业数据的反应来看 不是特别的大 不是特别的大 也说好坏参半吧 经济在发展 但是呢这个小时工资比预期呢要低 所以怎么说呢 就是一方面自己的问题 一方面这个也是有运气的成分 所以原来本周咱们要赚一万的 结果这个Tesla的影响呢 咱们赚了300多块钱 下周继续努力吧 未来三周的话 我觉得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在第三个周 也是期权到期日呢 大盘能够再度转上 那么我们拭目以待 但是我觉得未来两周呢 市场呢会非常非常的差比 请大家注意 如果大家有兴趣参加我们的直播间的节目的话 欢迎加微信 ChineseFM2022 一天一杯咖啡钱 好吧 老王的直播间是每周一到周五 八点到四点 欢迎你的加盟 谢谢大家 拜拜